这是规矩 不磕头 你不许你进门 结婚那天 后再让我给所有亲戚磕头 大学生又怎样 想进我们家家的门 就要给我们磕头 就是就是 嫂子 这儿媳进门就要给他下马威 不然拿捏不住 千岁啊 也就十来个亲戚 一人磕三个就行了 你早磕早结束 别耽误了进门的及时 磕吗 千岁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磕了头才是一家人 行 我就知道老婆最是打击了 今天 我可以给你们家十几个亲戚磕头 三天之后我们家婚礼 你也要给我那五十多个亲戚磕头 你不说什么 我儿子可是正正经经的研究生 大知识分子 到你家都得当上帝宫着 哪有磕头的道理 就是就是 那这个头我不磕 你不磕 那婚礼就取消 反正我们有的是十年 但你肚子 能等不及 你 你告诉你妈了 怎么了宝贝 这个月没来 是不是有了 没事 反正我们都订婚了 下个月就结婚了 有了就有了呗 可是 我还没想好 千岁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你先不要省长 等我去医院确定一下 你再和你妈妈说 行行行 都听老婆的 告诉你 做出这种事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我有什么理由替你隐瞒 就是就是 你现在就是个赔钱货 于千岁 我们家好心好意的接纳你 还给了你一万八千块钱的财力钱 我们家可是做到了人之意尽 这要是换做了别人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当初你不是跟我说家里困难拿不出财力吗 原来是故意的 亏我还磨着我爸给我买车买房赔嫁过来 原来你们是小白瓢 哎呀老婆别闹了 不就是磕个头吗 至于吗 千块千块千块我不结了 余千岁你干什么 余千岁你疯了吗 你不结婚追求你大肚子女人 谁说我怀孕 大夫我怀孕怀多久了呀 怀什么孕啊 你就是工作压力大 月增不调而已 回去后记得要少熬夜 我算是看清你们家了 财力我会退回去 这婚事我看就算了吧 哎哎 你不能走 他酒席都办了 干嘛 是不是都宣扬出去了 你这一走 我老天哪里 帮哪发 我看谁敢欺负我女儿 你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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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老货 光天化日之下敢欺负我女儿 让我们老渔家迷人了是 哎呀老方人 这都是误会 这声道不传出去了 不管我们明天 你目前也没光吗 不是 我呸 我女儿今天要是为了脸面跟你结婚 哪吒这辈子就毁了 还不如悬崖乐吗 一时之随 都录下来了吗 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都录下来 一会就让人发的往上去 我看谁家的姑娘敢嫁到你们这个环窝 个混蛋 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哼 哎哎 千岁 千岁我错了 你原谅我吗 快去站回来啊 哎呦 既已入穷项 用直视几损 如果前方有个镜头 何不许是另一条命 只有百分不屑 才能真些幸福 哎 公共场合受复未来 难得一见呢 快拍下来 对对快拍快拍 哎对对对 哎呦你打什么呀 我让上边看看嘛 就是就是 别躲什么呀哎哎哎别躲哎别躲哎呦 好日子过够了 想去警察局坐坐啊 对不起 坐坐坐 没事吧 全家人都反对我家的老公 来让爸爸看看 却让我收获了最甜蜜幸福的婚姻 妈 妈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我太饿了 妈 我这还坐月子呢 这方面面没有营养 我都两天没有难睡了 有肉有菜怎么就没营养了 你自己没奶 才怪我了 剩个鸭出片的还神奇什么 要吃饭自己做起 哎呀妈 千岁还在坐月子呢 你对千岁好点心不强 好儿媳 听妈的话把这个喝了 下次肯定能生个男孩 妈这是什么呀 童子尿啊 我不喝 哎我真不喝 你知道我费多大的劲才闹得这童子尿吗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妈妈 千岁还在坐月子呢 哎呀妈行了行了 老公 自从我生了女儿之后 妈就一直不待见我 我这身体还没回复呢 就要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家务 我真的要撑不住了 老婆 其实我早就想找个月嫂照顾你了 但是最近 手痛有点紧 没事的老公 我这里有钱 行 千岁你放心 我给你找最好的月嫂来照顾你 嗯 你个白眼儿了 竟然向着余千岁给我吵架 哎妈 你知道余千岁这卡里多少钱吗 八万 这么多啊 妈 你说你非要给他喝什么童子 你要生男孩啊 哭 我压根就不想跟他生孩子 你看他怀孕之后胖的那个样子 我碰他我都觉得恶心 够了 李世明 我偏的命都给你生下女儿 你居然这样对我 我说的有错吗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为了和你结婚不惜和娘家翻脸 结果就不让你们在这柴拉五死 我要离婚 这可是你说的离就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了解 老爷爷呢你四次结婚了 怕我们接您回家 我肚子疼死了 妈 你先在家忍一下 咱家比起来 你是 千岁 您好呀 千岁 你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哎呦婆婆 半年不见怎么受了这么多呀 听说你生病了 我特意来看看 哎 哎婆婆 这都是你最爱吃的营养品 我的一点点小心翼 您像那 鱼千岁 欺负人欺负到家里来了是吧 我妈这么大岁数 你是不是人啊 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吗 尊老爱幼 我坐月子的时候 你妈不是顿顿让我吃方便面吗 你让我尊老 你妈她爱幼吗 你 再说了 你说我来家里欺负 这是你的房子吗 别忘了 你这房子租的可是千语集团的 而且已经有三个月没叫房租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三个小姐就是千语集团的继承人 如果不是我们小姐拦着 早就把你们木子扫地出门了 千语集团可是我们社的首富 儿子你快给千语求求情啊 快啊 嗯老婆我错了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啊 你就是这么求人呀 啊啊 儿子快跪下快跪下快 千语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就是个混蛋 但你不看身面看佛面 我们的女儿还小 她不能没有爸爸呀 你说的对 女儿还小 你放心 我会给她找一个好爸爸的 把这两个垃圾 从我的房子里面清出去 不是千语 你给我跟你解释 我错了 千语你回来